来,今天咱们来讲一道整式运算 结合音式分解的中考B刷好题 让我们求这个根式的值 99乘以100乘101乘以102再加上1 直接算还是有点吓人的 那么这种题目呢 咱们之前讲过类似的问题 我们当时设99为N 然后往下进行处理 但是今天大家来认真想一想 其实我设99,100,101或者102 不管设谁为N 这道题目都能解决 那我们设谁呢 谁整咱就设谁 所以我不妨认为N就是100 那么这个式子就可以变成什么 变成了N-1乘以N再乘以N加1 再乘以N加2再加1 根号最后咱们再说 咱们先处理这个式子 然后怎么办 来N-1和N加2放在一组 N和N加1放在一组 重开之后你会非常的开心 发现它的平方向和一次向是一致的 一个是N方加N 一个是N方加N 在-2后面再加1 写到这里之后 注意把它再看成一个整体 N方加N看成整体之后 等于的是N方加N的平方 再减去2倍的N方加N再加1啊 这不又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吗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N方加N-1的平方 我再给它开一个根号 结果就是N方加N再-1 也就是100的平方加上100再减1啊 那么最终的结果 1万加上99等于10099 这道题目就搞定了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